台灣農業面臨人口老化缺工的問題 雖然近年來鼓吹青農返鄉 不過務農不但辛苦 還得靠天吃飯 如何提高生產效率 智慧系統也許可以為農業的未來 指條名路 独立特派員走訪了不同的農場 了解有哪些設備 可以作為農人的得力幫手 有了智慧系統 農業不再只是憑藉個人經驗 而是能夠藉由科學數據 精準地輔助田間工作 甚至得到降低成本 節省人力的效果 有助於青農 甚至沒有經驗的人 投入這個行業 智慧化已經是 現代農業不可或缺的一環 或許有一天 電腦的演算學習 可以發展出 真正屬於AI的生產模式 一起來看我們的報導 很麻煩對啊 很吃力很麻煩這樣 然後好像從這邊開那個開關 這樣才會出水 更自動化就是我有感應器 我可以設定當我的土壤的濕度低於哪裡 比如說很乾了 只要地板是22%我覺得很危險 我就馬上灑水 所以精準地用水 在我們整個智慧化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你的面積越大 那營養越大 現在高齡化的社會之後 很少可以請得到工人 那我們節省能力之後 還可以節省成本 提高工作的效率 那個門檻比較高 需要一些設備 還是說一些資金成本 也都相對比較高 所以它的發展性是比較好的 屏東離港 這裡有全臺最大的單一火龍果園 十一公頃的面積利用光照 讓夏季火龍果轉型為冬季產果 一個豬上面一直留一個的話 那當然大小 當然是會能量都被吸走 會越來越大 它還沒長大的時候 你就先把它 譬如說那個蔬果 蔬花蔬果的部分 你就把它做好 你就可以控制它的那個生產的量 開過的時候 它就會像這樣子下垂 那它開花的時間 大概就是一個晚上 那有點類似糖花的那種時間 那這個就是還沒有開過花的 那還沒開過花的 它就會有點脹起來 那就是今天 當天晚上會開花 火龍果是長日照植物 冬季產果的秘訣就在這些燈泡上 照燈可以達到催化的效果 電費是必需的生產成本 清華大學智慧辦公室與果園合作 引進智慧農業系統 透過AI模組的計算建議調整光照時間 不過一開始農場的接受度並不高 因為光照技術涉及農場的經營秘訣 做了一個叫做光照的一個AI的模組 那我們可以偵測到它白天到底有多少的光照 所以我們當初我們就設立一個區域 那就看說白天的燈要補多少光 那到底最後的收果到底有沒有什麼很大的變異 最後選定一塊區域進行實驗 發現調整照光時間之後 最多可以減少一半以上的電費而擴大實施 火龍果園是清華大學合作的第一個大型農場 透過經濟部的專案計畫 實施智慧農業的示範場域 這個就是我們合作的那個監控設備 那這個設備就可以觀察那個水 土壤的水分 溫度跟電導度 像這樣子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這個都是不需要特別供電 它就有太陽能板可以自給自足 傳統 焦水 要焦得多濕 那其實可能就是要靠經驗 那有了這個之後就可以 你可以讓數據了解你的土壤狀態 還是說你的環境的狀態 那為什麼我們找到這麼大的農場 因為它能夠提供我非常大的數據 比如說剛剛講那個肥料 你兩種肥料它也不知道到底好或不好 那我們就有一些數據 除了它的殘果它農人可以吃到之外 它比如說它的肥力 比如它依稀值 它能夠很穩定 不會這樣上下變 總共監測七項土壤數據 以往務農憑藉經驗值 現在有更為科學的數字作為依據 我們根據採塑的結果再倒算回去 這個區域採塑比較好 那個區域採塑不好 那我們就用電腦去比對 為什麼好 為什麼不好 原來這個地方可能陽光比較弱一點 或者是你看我們的那個偵測器 一個在那邊一個在那邊一個是水頭一個水尾 當科技遇到農業 不同的語言如何對話成了智慧農業的成敗關鍵 我們最近也會在做一些資料的分析 分析的方向 我們不是農業專家 他們才是農業專家 我們是資訊 學資訊的部分 會做分析 把這個分析的方向跟農種植專業的人做溝通 來確定我們這個分析的方向是不對的 用了大同的有機肥之後 那個電腦度上升之後可以停留比較久 以前用一些可能比較傳統的肥料 可能電腦度上去下來的速度會比較快 這樣 所以換肥料就是電腦度也會有影響 對對對 那個可以讓土壤在比較養分 停留在土壤的時間會停留比較久 對對對 人的經驗一定會改變 然後也可以慢慢改進 那配合科技的一些設備 可以讓你就像剛剛討論的 如果說更換肥料的時候 你的數據也可以跟著對比 靠天吃飯的農業一年365天 日日不同 年年也不同 氣候與環境是最大的變因 這種農地不像我們在工廠一樣 說改就改 它可能要慢慢的 可能有不同的因素 但是有這些數據 它就可以判斷說 欸 我就慢慢去調整 數據蒐集就要花一到兩年的時間 資料分析後再回饋到田地施作 不斷的調整與優化 建立好的資料庫就可以作為經驗傳承 運用在不同的地方 甚至新手也可以直接應用 把它的經驗變成數位化 那帶到國外去 那邊有更好的更大的土地 有農民 但它不會種 但是它又不需要在那邊留個幾年的時間 它可以透過這些數據化 在遠端就可以控制它說 到底水 到底濕夠不夠 夏季果實大約30天成熟 冬季甚至長達50多天 但是對農人來說 冬果值得等待 因為夏天那個量太多 那就會影響到價格 那跟你的販售也不好販售 那如果說做冬天的話 它有一定的 它的價格穩定 然後它有 它的夏天也比較不好做田間管理 因為它的蟲害也比較多 火龍果開花只有一個晚上的時間 入夜後花苞一綻放 人工授粉的品種就要搶時間進行授粉 授粉後的花蕊孕育著果實 產品的獨特性加上智慧農業的輔助 果園二代接班人在農田上看見未來的希望 在台灣也算蠻特殊的 因為冬產的量一定相對來說比較少 因為它的那個門檻比較高 需要一些設備啊 還是說一些資金成本 也都相對比較高 所以它的發展性是比較好的 我們洞也就是這樣子而已 以前是有戳洞 然後洞再戳的話有沒有 有時候你戳得比較深 那種了就種不起來 我們乾脆都用手挖 就直接這樣挖 不能種太深喔 不能種太深 你如果種太深的話 它會根氣 就是要靜有沒有 它接觸到泥土越多 它會得病越多 農場二代一畢業就回家務農 將有機農場的打工經驗帶回家 時序已進入秋末 溫室裡的氣溫仍高達30度以上 剩下時節甚至接近50度高溫 辛苦的務農工作多半不是年輕人的選項 大學的時候打工 然後到現在就是 好像發現自己好像不會太怕熱這樣 然後就可以又肯努力這樣 肯努力的做這樣 對啊 就覺得可以滿適合的 溫室種植小黃瓜 陽光 水分都要充足 但是又不能淋雨 也怕潮濕 溫度高 然後濕氣也高的話 牙蟲會變多這樣 環境控制得靠這些設備 通風 散熱 澆灌 都需要人在現場操作 比如說晚上那時候要下大雨 然後我要馬上衝衝 趴起來 然後把天窗這樣關起來 就自己要切開關 很麻煩 對啊 很吃力 很麻煩這樣 然後還要從這邊開那個開關 可以 背起來 然後開這裡 這樣才會出水 那我們剛剛額外接的這兩條 是喚醒配電盤的一個機制 告訴他說 我遠端裝置要接手了 那之後現場的懸鈕開關 不能使用 全部都改成 由遠端的物聯網裝置 去控制現場 你的即時資訊 從這邊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 A區的溫度濕度 然後跟B區的溫度濕度 然後當比如說濕度達到多少 那我就可以設定風扇啟動這些 我常常在在意的晚上的露水 那或者是白天清晨以後起霧 場內因為濕氣過重 那導致一些病害的發生 那我怎麼透過這些數據的分析 轉化而更進一步的自動控制 那讓你人不需要到現場的時候 我就透過現場的一些抽風設備 農場主人對於智慧系統接受度很高 已經測試兩年的時間 並逐步增加其他項目 他期待農業可以走向更智慧化的下一步 建置系統的科技公司認為 以現有的系統來看 尚未達到真正的人工智慧 而是前一階段的經驗與資料蒐集 這套智慧系統適合建置在溫網式設備 也已經運用在不同的作物上 小型精緻農業或者是規模精緻農業 還是規模廚房農業 它都是符合智慧農業所需要的 導入的一個場域 如果沒有智慧系統的話 你就是一株一株去噴 一株一株去灌 對 有了之後我就不需要了 我只要一個按鍵下去 它直接噴上去就好了 然後它一噴就是一整區 我有好幾個天區 我沒辦法說 我這個天區跑一跑 那個天區再跑一跑 去控制這些東西 那變成說如果在 我在氣候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我直接在手機上面 我就可以操控 對 那操控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比方說下雨了 我必須蓋天窗了 或者是太陽太大了 我可能要開風扇 就要開內遮這樣子 務農現場人力不但趨於老化 還有缺工問題 以盧損員為例 人力佔了將近一半的成本 就是我如果要做防治或做採收或其他的工作 拔草的工作的時候 可能一次就要五個工了 那我現在可能只需要採收 拔草 我可能兩個工就夠了 指揮系統不但能降低人員以及施作成本 人力可以集中投入在提高品質的工作上 這邊是這一區是紫蘆筍 那再過來這一區的話是綠蘆筍 因為我們現在有種兩種 就是紫色跟綠色 大概我們採收的長度都會高於32 對 因為回去之後還要整理做包裝 像我兒子就很年輕他就願意 就是說接受度 它算奇葩 因為像你 你看你今天的溫度三十幾度 夏天我們溫室裡面都快五十度 你還是要裡面工作 當AI走入田間 不但翻轉農業現場的面貌 也協助年輕人接續起土地的傳承 智慧系統應用在農業 從降低成本節省人力 到發展AI生產模式 可以預見的也將會在台灣農業 精緻轉型的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現在先休息一會馬上回來